會變淺 其他你喝下去 特別會這樣裝模掉 這個給你 讓他多硬的 那有人問說 為什麼千分離座叫ph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分離座的前兩個字 分離座 他不只可以分離血膠板 你要分離什麼都可以 你要分離那個白姊姊 你要分離血膠 都可以 因為我多硬啊 然後千分離座的好處就是 千分離座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黑的是沒有做分離座 其他是有不管有沒有吃鈣片 有的吃 我沒有吃鈣片 對啦 那這個就沒有吃鈣片啊 沒有吃鈣片就是這裡啊 這裡吃 會有差別嗎 吃鈣片跟沒有吃鈣片 找不得 我們該邊一顆是500 是吧 我們該邊一顆好像500 這兩顆四顆八顆 八顆太多了 然後我們血裡面是7.4 你可以到7.44或是7.46 比較簡 一天啊 7.44是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意思 外面不是說在賣9.0的那個鹼性水嗎 好好好 你有沒有去買來喝 沒有 沒有喝多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給我 每次都沒有給我 我都沒有 我印三針而已 那這張不是要給我嗎 那誰要 好好好 這次再給你 好啦 那也給你 不想 不用給我沒關係 給我拍照 因為我都沒有在喝飲料 我連飲料都不喝耶 給我拍照 我就可以留下來 我這樣印給你 好 你這樣印給你 就是身體會比較簡 喔 簡性 比較簡一點 你寫這個是簡的意思喔 裡面身體裡面寫的簡性 阿酸就是7.2阿 這邊酸就是7.2就是酸阿 喔喔喔 你叫7.0的話就奧著掉 每個人都這樣嗎 還是有簡性跟沒有簡性有關係 分離室才會這樣子 喔 簡簡性就沒有這樣子 你要不要先兩個點 不要收摸嗎 要不要剖 可以剖齁 這樣剛好人家會知道 要在這邊給他註明 7.3剛剛有照啊